不屑东军义 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旦 终久 不凋零 大家好,我是梅南和龙王 这次带来热血三国志的第一章全要素解说 所谓全要素就是指 我会把出现的所有角色的来历 出演的原因 每个场景隐藏的那些细节 全部都展示出来 其实本来是想用直播的方式来解说的 结果OBS怎么弄都有回音 没辙了,只能放弃 这次用的繁体中文版 原因嘛,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简中版把张合的合字打成了合理的合 对不起,这个我忍不了 还有后来发现 简中版在有些地方有漏字的情况 所以这次用繁中版来解说 剧情模式一上来只能选弱基难度 原来软派他们翻译成弱基了 这个嘲讽力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联机功能需要第一章 见到炉直后才能开启 剧情模式一共六章 这次先来解说第一章 苍天已死 也就是黄金之乱的剧情部分 离上来会出现说书倒头 这是在致敬FC热血时代剧里的那个 或者说本作热血三国志 本来也就是时代剧系列的续作 是让热血系列的角色 演了一出三国时代的戏 故事开场就是关羽带着周仓 在躲避寻补的追击 演关羽的是热血系列的主角国父 以关羽为主角的游戏不多 像刘备赵云曹操诸葛亮这些是主流 本作由关羽担当主角 是有这么几个考量的 首先关羽有在曹营的一段经历 曹家肯定是主要人物 跟他们有交集 比较适合伸展故事 二来关羽因看不惯豪强 欺压乡里百姓而杀了豪强 国父看不惯两个学生欺负阿浩 而揍了那两 他们的开局也是非常相似 演人行刀架的是千里台高校的袁川勋 在物语之后就成了一心跟随国父的小弟 这次周仓的设定里 没有了当黄金贼的部分 直接就是关羽的小弟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是为了致敬FC的热血时代剧 从说书老头一直到现在 你可以发现台词跟时代剧很像 然后进入到了教学关 这是只有弱鸡难度才有的 我一直没明白的是 这中鸟祸是个什么地方 本作用的地名很多都是不常见的 中鸟祸土银大野则 但唯独这个中鸟祸我是真查不到 在前方遇到了山贼 然后就开始了战斗的教学 在教学关这里受到伤害是不会掉血的 基本操作中要注意三点 踢腿攻击后按住左或右方向键可以使出划步 本作的防御是全周身防御 就算从背后攻击也会被防住 但是受到一定攻击的打击就会被崩防 还有就是热血乱舞的使用方式 是按住防御后再按摔头键 使用后不断消耗SP进入子弹时间状态 热血乱舞中按下摔头键会使用眼月刀攻击 新手玩家就光用眼月刀攻击就行了 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打败了拦路的山贼后来到了卓郡 国父的口头禅哪没哪有 在这里翻译成了你瞧不起谁啊 确实比以前翻译 别小看我在通用性上强点 但不得不说 他这个口头禅在日语里通用性也够低的 本来是打算安安静静的躲在这里避避风头了 却又刚好赶上黄金贼来抢劫了 本作的黄金势力 由板速商业高校和白营工业高校的学生扮演 安奋不下来的关羽决定去教训一下黄金贼 但我先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些要素 这个箱子里可以获得饱满肉包 能补40%的血 注意要打坏 举起来扔出去就无法获得了 然后这个井可以进去 破坏里面的木桶可以获得三个补血道具 这里是张飞存货的地方 直接被我们扫当一空了 出去打黄金贼之前可以先找把武器 竹枪、斧子或者桃园的手推车都行 出了村子会看到已经有两个人跟黄金贼打起来了 这两人不用多说自然是刘备和张飞了 出演他们的是保龄高校的豪田刚和古花高校的武代奖 都是从热血物语开始就一直出场的老朋友 豪田的头锤和武代的棒子 也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招式了 豪田眼刘备很好理解 都是仁义君子的形象 都有愿意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 也都因为某人被别人把控着而不得不寄人一下 使用的必杀技是头锤SP 飞龙喷射、爆弹头 以及超必杀技、奥义、鬼门落头破 武代眼张飞的原因除了还眼这点比较像之外 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 就是武代从来不会和豪田为敌 除非豪田先动手 豪田说咱不帮冷风了 武代马上就不帮了 张飞在以为关羽被判后还要杀关羽 但他从来没跟刘备翻过脸 刘备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武代眼张飞很合适 他的技能很多 音速敲、灌篮SP、棒数SP、枪数SP 不知道具体名字的斧技、操武器 还有超臂杀技、大旋风大舌掌 这个游戏里有军只会出现在剧情战中 他们血量无限 在2月的更新后攻击力也得到了加强 三个人打败了来犯的黄金贼 黄金贼需要每句话都带个黄子 属实难为这些演员了 然后三人开始自我介绍 不过把special用音译翻成四倍秀这一点 我还是很难接受 不能因为日文版用的片甲名 你这儿也跟着音译了吧 三个人决定在桃园举办庆功宴 在回到村子后 村民为了感谢关羽打跑的黄金贼 让我们从音速拳和音速T之中选一个 我个人的推荐是音速T 毕竟是国父的招牌系 而且实用性上确实比音速拳要强点 还有一点 后续任务还会送别的技能 选腿的话会省点钱 但选哪个也不用太在意 反正后面都是能买到的 也说一下如果选错了 想反悔怎么办 没关系 本座存档是在切换场景 或买完东西后搞存 所以如果选错了 不要去别的场景 直接从菜单里退出 然后重新进入 我们就会回到上一个场景 这在某些不小心选错了的时候 还有要刷特定东西的时候会用得上 技能书需要在道具栏里使用后才能学会 像音速T可以放在脚T和飞T两个栏位上 地面的音速T是五下伤害 但是后摇很长 而空中的虽然只有三下 但是不击倒还没有收招应值 好用多了 到了桃园后就要开始桃园结议的剧情了 三个人在桃树前结拜 这时天女出现了 她是桃树的精灵 做这么一个原创角色 出场次数还只有两次 怎么看都是个很多鱼的角色 但是却又不得不出现 只因为热血系列里刚好有个人就叫桃园 就是热血进行曲开始 热血队的御用拉拉队桃园李美 仅仅是因为她姓桃园就给她安排了这么个角色 她给了我们300块的启动资金 然后就是要决定谁当大哥了 在硬汉及以上难度这里还有分支 但弱姬难度就是直接提出以爬术来决定 遭到刘备拒绝然后开打 在游戏里的第三场战斗就要面对两个BOSS级的敌人 当初可是有不少人被这俩打到自闭了 后来才发现可以利用手推车 不过如果会用空中音速全音速踢的话 不用推车也是能过的 更何况这已经是被削弱过了 要注意张飞半血以下会使用超臂杀剂 伤害高还带吸引效果 而且经常联放 打死一个后就会升级了 升级会将体力和气力补满 从他们掉作的东西上就可以看出财力的差距 卖草鞋的掉40块和水壶 杀猪的掉300块和肉干 这个游戏里留卫军其他人也都挺穷的 但是第四章打自己的幻影时会掉很多钱 要不然怎么叫五财神呢 不过在打刘备的幻影时钱也不少 毕竟那时已经是左将军了 打完之后关羽提出 还是让会用头脑的人当大哥好了 原来会用头脑的意思 就是用脑袋撞人是吗 而且这一座头锤的伤害还真是看质力 很好这很热血 豪田这个人因为不是不良少年 学习能力应该不差 但是这人一根筋啊 头球都只会扔直球 有一点我一直都觉得挺遗憾的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游戏能让关羽或者张飞当大哥的 这次也是一样 就算高难度下有分支 但打完了还是留被当大哥 然后周苍介绍了关于升级加点的教学 每升一级会获得五点素质 可以加在七项能力上 加点是75封顶 弱级难度等级最多升到50可以拉满三项 我推荐是一上来从拳 脚 武器三个里选一项拉满 然后可以考虑智力 运气和防御 智力关系到激略的伤害 以及激略槽的恢复效果 运气关系到暴击率 暴击伤害 以及掉钱量 防御力能减少受到的伤害 同时每一点也加一点体力上限 还有就是每升一级也有隐藏的全能一加一的效果 接下来要去继承找工作 但在这之前先说一下村子里的其他东西 头上有个钱袋图标的就是可以买东西的 像这位是卖鞋带食品的 不过鞋带食品的性价比都很低 一开始千万不要买 要补写的话去找当场吃的饭店 头顶上有蓝色感叹号的就是有支线任务的 一般来说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冥望值 冥望值关系到分支路线 但是弱机难度强制走演绎路线 所以完全不用在意 但不代表就可以乱选了 有些任务的奖励还是很重要的 像是旁边这个小孩正在哭 因为他的草鞋弄丢了 这里有两个选择 我来想办法和赤脚走路有益身体健康 正常大家都知道应该选上面吧 但总有些人想要突然整点活什么的 就选了下面这个 声望下降都是无所谓 关键是任务接不到了 但是没关系 之前也说了要切换场景才会存到 所以我们直接退出 就不会保存我们之前的选择了 重新进入游戏就回到了上一张图 这次就别乱来了 乖乖见下任务 然后去找刘备问问哪能弄来草鞋 问了刘备 他说他自己就能做 找到专业对口了 但是他没材料 让我们找三个稻草来 稻草在捉大街就有 所以我们去一趟 捉大街的敌人也被削过一波了 最早的时候 他们和北平大街的黄金军实力是一样的 现在变弱了 但掉的钱也从30降到10块 没事 最好不要在地面上用音速拳音速踢 收招硬直太大 尽量在空中使用 熟练了根本用不着推车 像这种找材料的任务到后面经常会让人卡关 毕竟现在的玩家已经没有记笔记的习惯了 老想着万一卡了就上网查一下 对 我是写过所有资源点的位置 但你们也得能查得到啊 所以呢 大家见到资源点 最好还是记一下 捉大街这里只有一个稻草堆是能打的 靠近后上面会有图标的就是资源点了 像稻草堆是能出5个 任务只需要3个 这一张也没有别的需要稻草的任务 而且木材稻草铁材这些都是带不到下一张的 把稻草交给刘备 他让关羽也学着一块做 而关羽做出来的那一只就成了凹凸不平的 这就是内行跟外行的差点 只是可怜了孩子左右腿以后不对称了 孩子收到草鞋后会给我们一本技能书 如果之前选择音速踢的话 就能拿到双腿飞踢的技能书 并且得知这两招可以组合出超臂杀技 条件就是用这两招不断杀敌 合计杀敌数达到一定数量就能学会了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 音速拳和斗气拳也是有组合的 如果之前选择了音速拳 这里获得的就是斗气拳了 我之所以推荐音速踢的理由 还有一点就是 双腿飞踢的价格是7000块 斗气拳只有3500 选音速踢会省点钱 这是拿斗气拳的情况 为此我还特意删挡重来了一遍 从桌大街往东走会来到季城 路上会遇到一个发誓吃肉包的人 这个事件只能触发一次 就是使用道具的教学了 季城有很多商店 一家一家介绍 首先是这个药店 可是他卖的东西 你告诉我这里边有哪个是药啊 水壶肉包和肉干 谁家药店是卖这个的 下一家是饭店 这个很重要 特别是饺子和葱油饼 100块钱补40%的血 非常划算 至于附加效果不用太在意 这几个加成不大了 想要加强伤害 只有平原的断海参 效果比较高 买中文版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 这些到底是什么菜 日文版的料理 大部分都是以形容的方式命名的 这家店还算好的 有些店就算看得懂日文 也无法理解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玩日文版的时候 除了饺子 北京烤鸭 麻婆豆腐 青椒肉丝 这四个以外都没看懂 到了中文版才明白是什么 右边还有家装备店 卖老旧的头巾和护手 头巾是智力加三 护手是全五头加一 我不推荐买 因为到了晨流就有卖铜装的了 钱一上来还是用来买技能更好 往北走来到继承的城前街 把这里的木箱打坏 可以得到卖钱的道具 都是卖石块的 这里就是技能店了 这次的购买界面介绍的很详细 会显示出招方式 伤害类型 招式特点 这里卖的四个技能是 音速拳 音速踢 音速枪 和坚果投掷 都是大家熟悉的技能 不清楚这个技能 到底长什么样子的话 还可以按下踢腿键预览 我的推荐是音速拳脚最优先 因为在这一张 学会相关的超臂杀技 可以领三千块钱 另两个的超臂杀 要到下一张才能领钱 在和一连冷淡的官员 对完话后 到布告栏接下了任务 是去土银打黄金贼 硬汉级以上难度 在此时会有分支 选择不同任务 但只是对冥望值的影响有区别 中途会经过北平大街 第一棵树那里可以获得木材 一棵树可以获得三个 最好记一下 第二第三张都会用得到 到了土银后 和这里的黄金贼展开交战 这里的小boss是程远智和邓茂 扮演者是白鹰工业高校的 恒山和鹰亭 都是出自热血物与SP 再加上演管害的竹内 这三个都是根力圣通的小弟 是白鹰高校的另一股势力 组成了反西吞四人组 根力出演的是张良 换句话说 本座黄金军的势力 大部分是在张良手里 五个将领中有三个是张良派 黄金军集会中也表示张良人气最高 不同种类的武器也有不同的效果 枪的普攻比较长 扔出去是直线的穿透效果 斧的普攻带霸体 扔出去是抛物线的穿透效果 全套的普攻出招比较快 扇子攻击伤害看智力 普攻带有格挡效果 扔出去是不击倒的穿透效果 打赢了会有人送老旧的镇与之 加血量和防御 这个事件只能触发一次 以后不会再触发了 回去找官员领了300块钱 还是一副冷淡的表情 这时又有林姿的人来求援了 所以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林姿 但在走之前 先处理一下新开启的两个支线 这里有一个集张委员会的任务 就是让你在个例牵挡 全完成会给个能卖3000块钱的包子 最好把它完成 然后左边这里有个人要招我们进黄金贼 选择我要加入黄金贼开始入团测验 当然了不会真的加入的 但是冥望值会下降 这家伙在初期可以说是非常强的敌人 攻防都太高了 就算能打赢也才掉30块钱 实属得不成师 所以建议选择怎么可能加入 就不会展开战斗 对冥望值也没有影响 这是留给更高难度 用来进入搞笑阻线的任务 这个难度下完全可以不用管 继承下方拦路的NPC已经消失了 往南走来到渤海平原 这里的小兵比之前的要难打 新兽玩家很容易在这里吃亏 关键钱也不多 还不如北平的呢 这里也有一个可以打的稻草堆 这个其实不记住也没关系 前三章没有需要稻草数量超过五个的 记一个点就够了 再往西走到了南皮 第一章是进不去南皮城的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往西走 到了平原森林 这里要说的就只有毒蘑菇 这是一种间隙的武器 打中敌人几次后会造成中毒状态 是我们最早能获得的 带异常状态的武器 用处不算太大 这游戏输出还是很高的 这边的箱子里可以拿到葡萄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费拿到 到了平原后可以先接几个支线任务 首先是布告兰这里的 要我们打倒平原森林的盗贼 取回传家宝 丢了传家宝的就是这一位了 在他旁边就是集张委员会的第二部分 找他盖章得知下一个地点是浦阳 然后左边也有一个支线 说是土银有一个自称 差天夜差的人作乱 让我们去处理一下 选知道了 那我去看看接下任务 选没兴趣会降低凌王值 就没这个任务了 先来处理平原森林的任务 这里的敌人会变成比较弱的黄金贼 很简单 但是敌人出来的太慢 比较耗时间 完成后获得某人的卷轴 回平原交还给施主 会获得一个狱 能卖300块钱 然后说一下快速传送 在菜单的地图界面 在非战斗状态 也就是场景内没有敌人时 可以直接传送到 后面画着马的标志的地方 费用是第一张100 第二张200 第六张600 很便宜了 真的 传送回土银 做支线 会见到和曼和曹红 不对啊 和曼不是节天夜差吗 这个其实是日本当年翻译的锅 翻成了差天夜差 所以日本人都以为是差天夜差 这次翻译成中文版 居然把这个错误给保留了 曹红脱刀斩和曼 这段直接移到黄金之段了 出现曹红的是 明暗高校的加藤 明暗高校就是山田大树 在热血物语之后 转学过去的新学校 自那之后 山田的校服就变成紫色了 而加藤是新的 被山田洗脑的受害者 在本作中会使用 居合斩和双腿飞踢 他演曹红的理由应该就是 他是目前唯一的山田派系的人了 山田想扶植一下 自己在新学校的视力 演和曼的广多 是本作原创人物 我当年查了半天 把热血系列每一作 白鹰和板素的学生 都查了个遍 也没找到 合着是本作原创的 其实这点也是在致敬 FC的热血时代剧 根力圣通和松户经界 也是现代时代剧出演 后出现本体的 他的设定是 板素商业高校的学生 和永种聪是好友 合曼是第一章最好的刷钱对象 但不是在这里 是在泰山 完成后并没有报酬 只是增加了名望值 但是合曼本身就能掉400块 这点很不错 也因此他成为了第一章的提款机 这个待会再说 回到平原 说一下这里的商店 左边是个食堂 卖的是携带食品 话说食堂不应该是当场吃的吗 然后是药店 药草茶是补写的 很多地方都能免费拿 万能药草能解除异常状态 但实际上真正想用的时候 比如燃烧地震 还有邯郸景下的黑暗效果 这药都无法解除 钱多丸和粮玉丸 是一定时间内增加获得的金钱和经验值 这些很贵 而且打本身钱和经验少的敌人没什么效果 钱多晚买个用来刷荷曼倒是不错 但是神秘商店会有更高级的版本 粮玉丸是真的不用买 在林兹和华州可以免费拿 最后是饭馆 这家饭馆补写的价格就比较贵了 所以哪怕打车回继承都比这里划算 但是这里有个9000块钱才能吃的顿海参 自动回血 血量越高攻击力越高 价常非常高 这个在高难度下很有用 落机难度下就别浪费钱了 从平原出东门到济南大街 将第一次遇到跳台关卡 给船服1000块钱可以直接载你过去 但是初期钱太重要了 而这个跳平台也不难 还是自己跳吧 反倒是多重目高难度下不缺钱了 在第一章还强行不让打车到林兹 给钱更能节约时间 这一座掉水里有掉点血 不会像SP上那些直接挂掉 掉血量和难度相关 最高难度掉的也不是很多 中间这里的岛有个小boss韩忠 半年者是板速商业高校的永种聪 出自热血物与SP 是冷风似天王中木下忠的旧营 小boss钱都比较多 但是他这里因为有跳台 不是很好刷 等完成林兹的任务后 就可以直接用100块钱传送了 到了林兹后就会遇到黄金贼 不过剧情在下一个场景 食堂现在是没有人的 要打完这里的黄金贼才会营业 到下一个场景触发剧情 这场战斗的敌人就是人多 战斗力上都很弱 连个小boss都没有 打完后获得300块钱 然后刘备让我们去广宗找炉直 但在这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林兹的一些要素 这里有个商人卖技能 跳跃肘机 跳跃断头台 斗气拳 风神角 斗气拳优先 关系到某个超臂杀技 其他三个用起来也不错 但是相关的超臂杀技 这一章是学不到的 有闲钱可以买 但是不急 这个是卖饰品的 饰品能装备两个 运气对加钱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还是先学技能比较重要 后面有加防御的饰品 更有用一些 对了 千万别装两个同名试骗 这里游戏的卡装备bug还是没修 虽然bug的副作用可以解除了 但是每次都触发 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这里的装备店是老旧四件套 到陈流就有同套了 不需要在这买 打坏这三个箱子会有卖钱道具 不过卖价只有10块 不拿也无所谓 前面那张图也有两个能拿的 葡萄和饱满肉包 水果店的东西就别买了 特别是梨 第三张的只要60块 这里有一个要肉包子的 身上如果有肉包 饱满肉包 巨大肉包的话可以给出去 报酬现在还拿不到 因为每张都有一个 要全给齐了才会获得智慧的宝玉 考虑到价值45万还是给一个了 到林斯最右边的一张图 会接到简庸的支线任务 沿简庸的是热血高效的鹰风声 进行曲和新记录都有登场 使用的技能为J抛摔 他是想让我们把料化找回来 料化也好 周仓也好 这次都没有采用原黄金贼的设定了 毕竟料化的年龄跟宗玉差不多 赶不上黄金之乱 如果选 那种人就别管了 就会结束任务 不影响名望值 因为这个选项在上边 有可能会不小心按的 这种时候只要不切场景就退出 就能回到这之前了 这一次可要看清楚了 选择我也去找找看吧 从简庸口中得知 料化可能在蒲阳一带 林斯还有家药店 都是以前出现过的就不多说了 然后是流浪五豆家 他们会给你学习超臂杀技的提示 如果学会了的话 再来找他们 会送你一个金黄肉包 把血直接补满 卖掉也能卖出3000块 第一章一共有三个 这个是负责超无鹰角的提示 试着以音速足技和使用双腿的冲击技 去打倒大量的敌人 指的是音速踢和双腿飞踢这两招 这两招的合计杀敌数 达到一定数量就能学会超无鹰角 也是关羽默认的超臂杀技之一 虽然接机模式 玩家用关羽只能使用青龙掩月刀一闪 但是作为敌人出现在最后一关时 我见过他使用了超无鹰角 非常强的一招 应该说第一章提示的三招都非常强 正好是拳脚五三系的最强炒比赛 回来找五豆家领金黄肉包 我是推荐直接卖的 因为金黄肉包携带的上限只有一个 而第一章能获得四个 所以不要留着 3000怪类初期可是个大数 在药店外面有个坛子 打碎可以获得良玉丸 接下来说一下无线刷道具的良性bug 拿完之后切场景 然后退出 重新进来后 东西又可以拿了 所以我之前说别买良玉丸 在这刷满就行了 良玉丸的携带上限是三个 材料和道具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无线刷 然后是主线 我们要去广宗 从平原往西走来到戒桥 来讲一下手推车的一些技巧 首先来回上下移动 比直线开要好 有效范围更大 在掉头的时候要注意 先停下再掉头 这样就不会有刹车的硬直 戒桥最左边的树 可以取得木材 记一下 第三章有个要十个木材 很多人都会卡在这上面 在广宗见到了卢植 卢植的扮演者是 国夫和阿浩他们班的班主任 真都香 还是习惯翻译成小圆 他演卢植 就是因为他是 国夫他们这一代人的老师 毕竟热血系列 总共就出现过俩校长撒老师 这次花园高校的校长和老师没来 只有热血的俩老师参演了 另外他有被绑架的经验 适合演卢植入狱的那一段 从卢植这里得知 他在这里对付张角 让我们去常设帮朱俊的忙 还给了一本火计的密传书 这样我们就学会了第一个计谋 同时也解锁了连击模式 不过我很少连击 接机模式我想连击 但连不着人 而剧情模式我根本就不敢连击 毕竟没有办法交流啊 我不知道对方要干嘛 要去哪 然后是计谋 也是要先把密传书用了才能学会 可以装备四个 按住计谋键再按相应的按键发动 火计算是最早学会的 但是非常实用 使用需要消耗计谋的计量表 就是上方中央扇子上的数字 打人会恢复 但是很慢 主要靠敌人掉落的书来恢复 恢复量跟智力管路 从林兹第二张图往南走 来到泰山大街 往前走会遇到跳台部分 正确的路线是下面这条 但是很多玩家都会习惯性的选择上边 然后就到了泰山 被这四人中给虐了 他们的实力比之前的敌人 要强上几个档次 不熟悉的玩家很容易就会被初剑杀 当然了 加点偏重一项的话 还是打得过的 这些在设定里是无玩的人 但是名字里能找到不少匈奴的 扮演者是冷风四天王之一 平清文手下的假面军团 是一群虽然戴着面具 但表情却很丰富 是典型的搞笑类小角色 但是本座表情全靠立会 他们一旦没立会就显得面瘫了 本座他们属于高血低防的类型 会使用大回转攻击 泰山是个典型的跳台关卡 但是我们现在还登不了顶 登顶需要穿公腿或者地震之机 但是先去拿一个宝箱 里面是青铜牛灯 可以卖一千块 回到正题 泰山大街要走下边这条路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河曼 我之前也说过 它是第一张最好的提款机 每次会掉落四百块钱 或者两百块加肉杆 而且从卤出来 马上就能见到它 还自带斧子 拿着武器就不能防御 更方便我们刷了 效率差不多十秒四百 刷钱很快的 有钱多完的话可以用 这里是足够回本的 说一下鲁的商店 首先是饭馆 这里的吃的都挺一般的 这种加成某类公鸡的在初期用处不大 门口的销售员也没什么可说的 从这里往里走时供奉孔子的地方 但是孔子怎么是这个样子 这是玉皇大帝吧 旁边有个卖饰品的 这两个都挺实用的 安全坠炼加十点防御 咸明手环虽然贵点 但八点的智力补证也是很有用的 对激烈槽恢复的效果能产生质变 还有一家技能店 卖三种武器类技能 高速斩 居合斩 枪术SP 高速斩和枪术SP的组合 可以学会青龙野岳刀易闪 居合斩和音速敲组合 可以学会散座山 不过散座山的武斗家老头在第二章 所以还是优先买高速斩和枪术SP好了 在空手必杀技的页面 按踢腿键就能切换到武器必杀技的页面了 这里是按武器类型分类的 从鲁往西就到了大野泽 也是个跳台关卡 难度比济南的低多了 根本没有必要花钱 而且不需要等船 通过也不怎么花时间 这里可以获得一个铁材 不去寄也没关系 邯郸和狼牙那种有两个的比较有意义 就算你很不擅长跳平台 也不需要给钱 因为这里的重生点很良心 从这里掉下去后 直接重生到前面的平台了 第二个也是一样 掉下去就直接到中央岛了 这个要跳过去 再往前的就直接跳水刷新过去 返回也是一样 跳几次水自己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别在这地方花钱 这里有一个小boss张凯 就是杀了曹松的那个 出演的人叫做狂柱 名字后面有个符号 翻成经界说明翻译 根本就没玩过热血物业SP 甚至连这一座自带的角色试点 都没看过 他是不良组织ORANGE的首领 还是双辅道馆的成员 实力强大而且残暴 经常喊着要将别人血迹 有传言说 他是某公司秘密研发的战斗机器人 这一座算是证实了 第四章 你可以看到一个张燕 带着四五个张凯出现 确定了狂柱是机器人 还是量产的 到了濮阳后 首先是完成集张任务 下一个就是终点站了 在邯郸 再往前就找到廖花了 扮演他的是热血高效的一条俑人 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 热血队最弱的那个嘛 本作里热血高效的出场人员中 只有他没有必杀技 但是他跑得快 血还多 尤其是第四章搞笑路线 比张飞还精打 他说他要去打在白马的黄金贼 然后就走人了 但是走错路 直接回林姿 白马只能由我们去处理了 再往前会遇到淳于琼 扮演者是影村学院的池田 使用的必杀技为爆裂梯 这是热血物语SP官方给出的汉字 比翻译的准确度更高 他原本是幼川工业高校的学生 还是四干部之一 因为见到上条山本 为了挑战国夫 而不断努力锻炼而深受感动 成了他们的谜地 带着近藤大西贾匪 一起转学到了影村学院 幼川高校的四个干部 一夜之间就全美了 他有了石刚服饰林威兽任 组建新生幼川工业的故事 陈于琼让我们请他喝酒 要五十块 建议接受 给的报酬能有两千八 如果不够五十块的话 就会扣到零 然后士兵们来找他回去 可以选择是否告发他 想拿两千八的 就不要告发他 这样他就会告诉我们 在华州的黄金贼特别有钱 然后冥王值加五 如果不请他喝酒的话 冥王值减五 请喝酒揭发他的话 士兵会问他是不是 让你请喝酒了 选是归还五十块 冥王值减十 选否冥王值加十 洛基难度冥王值没用 当然选报酬最高的 请客不揭发 然后是这家露天饭馆 日文版我没看明白 这五十块居然吃的是蝗虫 对不起这个我目前接受不了 这个暴击率加成意义不大 因为运气不够高的话 暴击伤害也低 等运气高的自然就成必暴击了 还有面包你确定能出现在三国时代 好吧 北京烤鸭都有 面包也就不算什么了 药店里面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是技能店 卖三个技能 双重打击 双腿飞踢 火箭踢 双腿飞踢最优先 当然我在之前的支线任务就已经获得了 剩下两个双重打击比较好用 火箭踢本身一般 相关的超臂杀技也不好用 负责提示的武斗家老头也在下一张 所以不用急 往西走回到水门 这里会遇到在当山贼的曹仁 虽然说曹仁年轻时不太简点 但也别变成山贼啊 他要收五十块的过路费 这时有三个选项 -50 -500 开打 选第三个的话就要打这些山贼了 但是不打曹仁 也许是因为对新手玩家而言太难了 演曹仁的是 冷风学员的原学生会长 鬼种虫 明明跟永种的种是同一个字 但怎么翻译过来 一个带土字旁 一个不带呢 就不能规范一下吗 但还好 这还能忍 简体版都是统一成没有土字旁的 但是简体版 孙前和孙甘都出现了 这个就忍不了了 鬼种这个人可厉害啊 至少也是跟小林同级别的 他演曹仁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 因为演曹操的是山田大树 所以演曹氏亲族的 都是曾经直接为山田效力的 双龙是被山田打败后 在山田的命令下转学到了冷风 鬼种是被山田 连续施加了好几次强化版的洗脑 洗到神志不清 完全听命于山田 让出了学生会长的位置 演曹洪的家藤 是新的山田受害者 演曹淳的中村 因为后悔帮了山田 把头发都给剃了 使用的必杀剂 有人体钻头 汉式金币钩 巨人衰 八门金锁 具体名称不明的全套剂 超必杀剂 极限螺旋 打完这批人后 获得一个弧 能卖三百 然后再看看 另两个给钱的选项 都会降低名望值 给五百降的更多 抢劫的要五十 你给五百 这是什么挠回路 如果钱不够的话 选哪项都跟第三项一样开打 不把水门关了的话 是过不去了 但是水门开关在上边 正常来说需要穿弓腿 但是站队位置 用火技也能烧到开关 真不可学 等水退了后 就可以进入神秘商店 里边卖的是 头锤SP和棒锤SP 就是豪田和五代的代表剂 效果不错 但是太贵了 放到最后再考虑吧 从蒲羊往南走 到达白马 要打的是之前 料话说的黄金贼 打完了之后 会提示回林姿找简庸 回去之后看到料话也回来了 给我们一个卖300块钱的酒杯 并且告诉我们 在游戏里随时都可以卖掉 道具和装备 实际上是他们负责把东西卖掉 游戏机制还得给你圆上 不过卖价只有买价的十分之一 这俩奸商啊 再回到白马 就是正常遭遇的敌兵了 会出现程远志和邓茂 都会掉300块钱 但刷起来没有和蔓方便 先往上走 到华州 这里是淳于琼提到过的 有钱的黄金贼 一共6个 很弱 每个都会掉一个狱 打完了还给个霸者之政 不好意思串戏了 给了个长信公登 全部卖掉可以得到2800块钱 华州的树可以打出木材 这个是要记住的 这个坛子里有两玉兰 最右边的木桶 用破冠剂打坏 可以获得葡萄 不是每种攻击 都能打坏这种木桶的 要用斗气拳 生腿飞踢 这种才能打坏 我就把这些统称为破冠剂了 从白马往西走到陈流 会得知这里的黄金贼 已经被曹操击溃了 看来还是有在干事的将军 这里的药店 有卖5万块钱的高级药草茶 太贵了 而且真的用不到 这里的木箱里有药草茶 左边的两个坛子里 有两个能卖300的道具 道馆也是卖技能的 这里边穿工腿最优先 没这个泰山上5000块的东西 就拿不到 然后是贯穿投掷 学抄臂杀用的 我以前说 香魔流行波只要坚果投掷就够了 但那是NS日文版1.1以前的情况 从今年2月开始 坚果和贯穿都要学会 才能炼成香魔流行波 至于飞龙喷射用处就太小了 最后考虑 向南走来到陈流的城前街 要注意这家装备店 里边卖四件铜装 这个就买下来了 要用很久的 再往南走到达长舍 这里真的已经没有黄金贼了 再往里走 先到朱俊 扮演者是热血高校的数学老师 川上升 也是热血棒球物语中热血队的教练 汉末三将独缺黄斧松啊 谁叫他跟刘备没关联呢 如果真有他的话 估计是校长眼吧 从朱俊口中得知 这儿的黄金贼确实被曹操给灭了 但是他告诉了我们 在邯郸还有一处黄金贼藏身用的据点 所以下一个目的地就是邯郸了 说一下长舍的一些东西 销售员这里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药店要说一说 这里卖全新的小锤子 这个呢就是洗碱道具了 一般来说不需要玩 第二章支线第一次做会给一个 第六章每次都能在船上拿一个 用破灌剂打碎坛子能拿到药草茶 从长舍往东走会到达许村 这游戏里的设定是徐本来只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村庄 但是由于曹操的优秀治理 逐渐变成了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城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 能看到这里在不断发展壮大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神秘商店店员 卖一个名为星球战士的东西 要价居然高达900万 这个是致敬Technos的阶级游戏星球战士 使用后可以学会错印怒之计 效果是变身成机器人战斗 这个会随着故事的进展不断降价 每章减一位数 到第四章就只要9000了 所以到第四章再来买了 再往后的章节就来不了这里了 先不急着去邯郸 这时陈流会多一个支线 要在旧董卓之前完成 所以很多人会错过 在陈流左边会发现军队压着一个人 走近一看是卢植被抓了 对名是偷了马还是杀了马之类的 这里也有选项忍耐或是截球 这里先演示截球的 要打董卓军的士兵 董卓军是三合会的人演的 小元老师已经是第二次被三合会绑架了 打完后就救下了卢植 但卢植也要归隐了 给了我们一个巨大肉包 冥王植会下降 如果选忍耐 卢植就会被带走 而我们就要去调查真相 还卢植一个清白 前往广宗找两个人对话 得知线索在南皮 果然在南皮遇到了盗马贼陪园上 把他们打败后找到了被偷的马 再回到广宗 卢植就已经被无罪释放 但是他被董卓盯上了 最终还是选择了隐退 送了我们一个壶 能卖三百 冥王植会上升 从华州坐船去黎阳 放心这是免费的 这里可以拿个带骨肉 然后是这个连桌椅都没有的饭馆 荷叶蒸肉包 200块补40%的血 虽然性价比只有继承饺子的一半 但是算上路程已经很划算了 这里能打出两个卖钱道具 往西走经过河内大街 到达叶城 城外的销售员没什么可说的 里面的话 这里可以打出两个卖钱的 这里用破冠剂还有一个 再往前就不能走了 需要用到水剂 要到第三章才能学会 就算有了水剂 第一章也是进不了叶城的 要第二第三章才能进 然后还有个高揽 演他的人是冷风学员的小枝 他是藤堂护的手下 藤堂演了袁尚 他就演了袁尚手下的人 使用的必杀剂是爆裂投掷 往北走回到魏丘陵 先去接布告板上的任务 要我们打倒在河内大街的黄金贼 这里还有一个支线 有个人脚受伤了 要我们帮忙 按理说应该先问帮什么忙 再考虑帮不帮吧 选情保重的话就会拒绝任务 名望值下降 选我来帮你吧 就会接受任务 要找五个木材 也就是两棵树 回忆一下之前的木材地点 北平大街 借桥 华州 把木材给他之后加名望 得到的镜子也是卖钱的 这里有葡萄 右边还有最低阶的卖钱道具 这里有指南车 和桃园平原的手推车是同类武器 但是伤害远低于手推车 回到河内大街 解决这里的黄金贼 以现在的实力打到这里应该很轻松了 这里有两个稻草堆 但是我也说过 一到三章没有要超过五个稻草的 记住一个就够了 从第四章开始就来不了了 所以这地方没必要记住 找这个人交任务 他藏在屏幕下方要注意一下 给了一个顶卖三百块 到了邯郸后 就要开始找黄金贼的藏身处了 其实就在这井里 但咱不着急 先把邯郸的东西都说一下 这里有一个十块钱的卖钱道具 拿不拿无所谓 武斗家老头旁边 有两个卖三百的 这个还值得拿一下 这个流浪武斗家 是给斗气加特林 激炮拳的体式的 音速和斗气 试着以这两种拳法 去打倒大量敌人吧 指的就是音速拳和斗气拳 这个也太明显了 用这两招打倒敌人后学会 斗气加特林鸡炮拳非常强 用过的人都说好 昏拳也会用这招 面对他的时候可是要小心的 记得回来拿一下金黄肉包 一定要马上卖掉 因为待会就能再获得一个 往北来到武林从台街 这里有个葡萄 从这个地方进去 再绕到上边 就能见到第一章 即将任务的最后一个 盖完章后给一个金黄肉包 不用多说 卖掉 该去找黄金贼了 就在井里 有两个入口走哪个都行 到了井里就会陷入黑暗状态 只能看清身边一小部分 还有周苍的异常状态教学 在我们真正陷入异常状态的时候 那个解异常的药就不管用了 走到中央部分 触发剧情 然后开战 对方的主将是韩忠 他的来历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在小视野下战斗会有些麻烦 好在屏幕外的敌人有位置指引 打完之后发现了一封掉落的信 居然是张角的集会通知 提到了他们要袭击冀州 让全员到戒桥集合 所以我们要去借桥阻止他们 这个井底左右各有一处可以拿到铁材 一定要记住 第二第三章都会用到 但是在去借桥之前 先把已经开放的另外两个区域讲解一下 就是从桌大街往西走到邯郸的路 以前被封住的现在可以走了 从邯郸往北到达巨路大街 这里的小兵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在从右往左属第一个瀑布是可以进入的 这里是神秘商店 这里卖三个东西 富贵钱多丸 飞升粮玉丸 这两个是钱多丸和粮玉丸的高级版 加钱的有用 再拿荷曼开刷前可以用一个 但是加经验的 因为低接版的可以免费拿 就不太值得买了 智慧的宝玉45万一个 是加计谋计料表上线的 但是太贵了 光靠做支线 我记得就已经能把计略槽升满了 只有大后期 钱实在花不出去的时候才有必要买 因为就算计略槽升满了 也能拿来做临时补充的 再往东走到达常山大街 说到常山就会想到赵子龙 但是这次赵云跟常山没啥联系 有两个可拿的东西 左半边有葡萄 右半边有药草茶 往下走是会掉下去的 这点要注意 在去介销之前 我先去刷了盒曼 攒钱和经验值 吃个富贵钱多玩 和普通的粮玉玩就开刷了 刷钱和升级的速度非常快 10秒钟进账600 为什么推荐第一张刷钱呢 因为越后期开放的商店 价格越高 同样的技能书 在第六张基本要花两倍的价钱购买 一颗药的时间 差不多能攒个8万左右 但还不够买完技能书 因为蒲羊神秘商店的就要4万了 两颗药的话就够了 再攒攒下一张的也有了 也该去做主线了 从平原往西去借桥 发现董卓已经被黄金贼包围了 我们要去救他 连董卓的是三合会的老大佐武 注意是和气的和 是热血系列第一座热血硬派的最终boss 我们也是看着他那把一发秒人的手枪 变成现在的刮杀枪法 不过这一座他炸弹挺强的 他严董卓再合适不过了 恶人也恶人 使用的必杀技有双腿飞踢 鞠河斩 愤怒的子弹 射击还分为普通子弹和炸弹 抄臂杀技有两个 一个是向天扔几个炸弹 具体名称不明 另一个抄臂杀技叫要你命 会把血条拿出来当武器打人 跟他一块出来的还有个胡震 演员是三合会的射地头圣智 会使用特殊拳击 打败黄金贼救下董卓后 这家伙得知我们这些人没有官位 是白身 就给我们三块钱打发了 一人一块是吧 撑 这梁子是结下了 但好歹从董卓军士兵口中得知 张宝可能在阳城 这也就是第一章最后的一件事 去阳城打张宝 但在这之前还有些事要做 因为学会了穿公腿 有些以前去不了的地方 现在就能去了 浮阳从这里可以上来 从上边去水门那头 就可以打开水门开关 但也许是游戏设计失误吧 在这里直接用穿公腿就能打开开关了 然后是泰山山顶 在这里用穿公腿上去 再用穿公腿到山顶 正常是要用地震之计的 但既然这里特意放了块木板 说明穿公腿登山也是设计好了的 在这里可以拿到合适币 能卖5000块钱 不用留 这不是任务道具 就是卖钱的 不要想着说 哎呀这是古董我不能卖 别忘了这是演戏 所有东西都是道具组准备的道具 你这么想就没问题了 在完成借桥的剧情后 如果是硬汉及以上难度 在广宗和黎阳会遇到张角和张良 但弱机难度下是没有的 广宗不让入内 黎阳也见不到张良 也是 这两个人的实力 对新玩家而言太难了 演张角的是 白鹰工业高校的西村成校 玩过热血物语的人 应该都打过他吧 这一作 他依然是极端的高血低防型 会使用的必杀剂 有蓄力拳 推手SP 八头 变形投掷 八交闪 计谋是磁力之计 超必杀剂 超力黄金机 演张良的是根力圣通 白鹰工业高校 反西村派的首领 名字出自于Tegnos的职员 根力克行 念法是一样的 和张角相反 是极端的低血高防类型 攻击力不够高的话 打他只有一滴血 够高的话就能轻易秒杀他 使用的必杀剂 有爆裂梯 MSP 螺旋撞击 高速斩 计谋是地震之计 该主线了 从陈流往西走 到形阳 再往南走 就是阳城 在正门 会看到妖气弥漫 妖气中 站着一个人 张宝 这里布下了一个名为 黄晋咒的东西 能无限召唤黄金军 所以这里的敌人是无限的 没有钱 也没有经验 但学超必杀技的人头数 可以在这里积攒 演张宝的是泽口径夫 自称白英工业高校的老二 西村成校的忠实小弟 打过热血物语的都知道他了 毕竟是第一个boss 这次呢 也是承担了新手boss的职务 不过二年级的泽口演张宝 三年级的根力演张良 这就有点 但再怎么说 也比孙权那边好点 这次东吴的出场角色里 最年轻的就是孙权 却让唯一一个刘吉生阿丽演了 撑一点时间之后 剧情就能继续了 眼见无法从正门突破 刘备提出走后门 这段剧情不是必须触发的 可以直接去后门 剧情台词也会有所区别 不过高难度走搞笑路线 必须走正门才能触发 回到行阳 说一下这里的东西 这里有葡萄 咱们哪都有啊 葡萄的堆叠上线只有五 所以真到了需要补血的时候 优先吃这个 这里有一个临时饭馆 饺子比继承的贵一百五 但是考虑一下路程也能理解 但是三国时期哪来的东坡肉啊 好吧 咱这个三国啊 能打八级拳 能骑摩托车 还有人会开枪 蹦出个东坡肉 已经不算啥了呀 然后是第一章 最后的流浪五都家 他是负责给青龙野热刀 一闪的提示的 要我们同时磨练枪术和剑术 指的是枪术SP和高速斩 用这两招合计杀击到一定数量 就能学会了 这招前期就很强 但后期更强 也是默认属于关羽的超臂杀技 回头别忘了去领个金黄肉包 这样第一章的四个金黄肉包 就都拿起了 装备店卖两个饰品 都是之前出现过的 再往西走到虎牢关 这里的箱子要用破灌计打碎 可以获得两个卖钱的 这里的地形大家都看得出来吧 是致敬热血格斗传说的 在左边有一个黄金贼 他似乎是陷入了迷茫 两个选项选择没错你改变了世界 反而会开打 这跟平原的那个是一类的 但现在的实力打他就很轻松了 打完了冥望下降 虽然我才不知道 就不会开打 冥望值也没有变化 从虎牢关往南会到松山 再往东走就能到阳城的后门 但是很多玩家应该都选择了爬松山 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 其实可以爬 技术到位的话不需要任何技能辅助 这里这个宝箱 可以用穿工腿上去拿 也可以从更上面的平台跳下来拿 里面是万能药草 就是解状态的 这里展示一下到山顶的路径 就算了 对 这种路径 不得了 把这种路径 使用不得了 打脸 道路径 不得了 不得了 拥有点 打脸 那么 这种路径 在打脸 这种路径 快 把这种路径 山顶这里写着 立足点出现时间三秒 没有益次元的对策 无法攀登 益次元的对策指的是停课之机 但实际上任何技能都没有 也能上去的 这里就展示一下直接爬的方式 要点是平台刚出现时 就跳上两格 后面再控制好大跳和小跳的时机 就能成功登顶了 有些必杀技可以辅助一下 比如风神脚和穿弓腿 用风神脚打钟 再用穿弓腿跳到这上面 这样时间会宽裕不少 上面只有一个幸运星 是全套类武器 打人会造成掉钱效果 但是说实话用处不大 掉钱量跟运气 以及带一致千斤效果的装备有关 关键是要打不死人才能生效 这个难度叠没那么硬 运气也不够 掉的钱少 要到后期能堆满运的 再用这个刷钱 从松山再往东 就是扬成了后门了 后门就没有妖气的护咒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巨强需要 这里有两个补血道具 记得先拿了 见到张宝就要开打了 因为人数上处于劣势 所以战术上是让刘备 张飞处理小兵 关羽秦贼先亲王 把张宝干掉 他也把西村的口头禅给用上了 你这也崇拜过度了吧 如果之前没走过正门的话 这里的对话会不一样 这是第二段 也不一样 打张宝了 他的技能有跳跃断头台 高跳旋转落梯 自身手里剑 摆蛇落头智 自身手里剑这招 真是让人怀念 自GBA上的 恶血物语EX以来 终于再次出现了 他手里的符咒 又把人变成僵尸的效果 僵尸自带霸体 只能咬人 还不能咬僵尸 在剧情模式里玩玩还行 没有实战意义 但在接机模式里 用袁绍的话就很神了 这里只要打败张宝就赢了 敌兵也不是无限刷的 张宝是刷奇迹的宝珠 最方便的人 但是据我测试了几十遍 弱鸡难度是刷不出来的 至少要到硬汉难度才行 这一下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在剧情里被打残 对他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事 刘关张三人 打败了头目之一的张宝 逼他解散了黄金军 朱骏将三兄弟的永明告知天下 三人也变成名人了 到现在才打完第一张 正常打的 现在最高难度都该打通了 没办法 要详细解说的话 可费功夫了 录的时间顶多占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是剪辑 百分之三十是上字幕 百分之四十是写文案 这是真花时间 为了录某些对话 我还删挡了几次 但第一张很重要 我是希望大家开荒的时候能少走弯路 每张地图的要素我都会解释清楚 二到四张做起来就简单多了 没有那么多新场景 五到六张虽然每张图都是新的 但数量没那么多了 所以后面做起来会好弄些 等这六张都录完了 我估计才能正常开始玩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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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